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底部又是白色的 所以说是比较难拍出来的 那么他遇到的问题就是说 拍的时候这边打光 那么这边就曝光过度了 这边也是曝光过度了 然后呢只剩下这一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呢又是比较暗 OK那么我们针对这个产品 我们应该怎么拍啊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产品先离背景比较远 先离背景比较远 另外的话呢我们得会单独 打光打背景的时候 尽量不要打到我们的产品 这样的话呢我们背景就会破光过度 那么我们产品就打到适合为止就可以了 OK我们今天用的是三个灯 三个灯的话呢我们一个顶灯 神牛SK400瓦顶灯照下来 然后呢打到我们的一个背景上面 主要两个光啊 这里我们用的是标准照 因为标准照的话呢它的一个光线要硬一点 比我们柔光箱硬一点 我们大师之路系列教程的话呢也讲过 像这种我们这种西瓜类的产品 特别像我们布啊棉啊这种产品 我们用中硬的光线 如果用太硬的话呢只用标准照打过来的话呢 它的阴影太重了 就是我们这里加了一边加了一层楼光纸上去 让它光线稍微柔和一点点就可以了 当然啦你用楼光箱也是可以 楼光箱的话呢你把里面那一层楼光布去掉 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为了曝光方便 我就直接用了楼光纸就可以了 需要就是我们两块楼光纸 跟我们闪光灯的距离稍微近一点 比如说啊如果是说我们楼光纸靠得太近 那么它的光线太柔和了 我们产品没有质感 所以说我们稍微离远一点点 然后呢我们灯稍微靠近我们的楼光纸 近一点点 这样的话呢它出来的一个质感 就相对来说就近一点 OK在两边的光线 我们开的是2.0 也就是说我们尽量左右两个光线 保持一样就可以了 当然啦也可以左边的光线稍微弱一点 右边的稍微强一点都可以 这个根据我们的一个实际情况去操作 顶部的灯光 因为我们的顶部的灯光 要把我们白底拍曝光过度 这样的话才能得到纯白的背景 所以说我们顶灯 我们下来的时候应该是比我们左右两个灯又强 所以我们顶灯开到了最大3.0 那么我们拍摄的思路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实际我们的一个操作 OK我们把顶灯直接打开 因为我们背影思路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灯光拍上去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并不难 看一下单单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角度 看一下 这个灯也是稍微轻一点都可以 可以啊 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 现在的话呢 我们 ISO在室内闪光灯是100 摄温5600左右 5500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的是光圈 现在是设置到F18 然后呢 我们的一个快门125分之一 基本上我们室内变化不大 基本上就是变化我们的一个光圈就可以了 其他的基本上是固定的 比如说我们ISO100是固定的 然后呢 色温或者是白平衡 我们调到5500左右 或者是日光模式 然后呢 我们的一个快门100 是125分之一 就OK了 那么其他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曝光 加上我们的一个角度去拍摄 那么今天啊 我们顺便把我们的一个立体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是一个角膜 当我们后期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角膜抠掉 这样的话呢 就感觉上我们这个产品是立体的 也是可以看到背面的 这种情况下并不是用我们的一个 透明的角膜拍的 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是后期披上去的 那么首先 我们先把整体的一个造型 就是我们第一张 先拍完先 OK我们就直接可以 在我们相机上面 看一下效果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样的图片 我们拍立体产品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袜子 拍立体的时候 我们前面基本上是看得到的 但是往后面这一段 是被挡掉了 其实跟我们拍服装立体感 那种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我们拍完前面的话 我们就注意啊 因为我们刚才 前面是拍得到 后面是拍不到的 所以说我们另外要补一张照片 就是补我们后面这一节 后面这一节 这个就是镂空3D立体拍摄 就是很简单 在额外的 比如我们在另外的 再拍一张背面 然后后期合成 进去就OK了 很简单 我们直接放在我们产品 这里 稍微拍一张 它的一个背面就OK了 OK 我们注意一下角度就可以了 OK 好 最后我们就比如说 一个产品有几个颜色 我们在背景上面要表现出来 那我建议大家也是分开来拍 不要 你让它一拍一集的话 那个表现比较乱 所以说我们后期再拍一张 整体的一些颜色的一个品式 然后我们后期再合成进去 相机这些我们基本上就不需要去改变 因为我们光线没有去改变 所以说相机还是一样的设置 好 我们到后面的一个后期合成部分 所有的颜色 我们到此之后 可以找到最后的一节目 我们之后 我们在这次之后 小时的颜色 我们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的颜色 是 我们 词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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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